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上师 敬禮 十六世大霸王喀玛巴 敬禮 徒登达尔吉上师 敬禮 父母祖尊 香巴拉国 白莲花王 敬禮 谈成三宝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 出廖东州大使夫人Judy师姐 整合中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 节目制作人徐亚吉师姐 马来西亚吉隆坡南丁李清师姐 千金李奇师姐 林淑华医师 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教授 林鼎君博士 咱俩君博士 咱俩君博士 芝加哥 采加哥 痛症科 武汉州医师 咱俩君博士 咱俩君博士 辞咱琼尼亚 佛 什么哥 台湾苗栗 洪信家医师夫妇 庄俊耀医师夫妇 阳光武共团 林依仙师姐 叶师姐 梁燕荣师兄 高欢贤医师 世界天音雅业合唱团 高如今 高如正 高心之 张乃凡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不好意思 大家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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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大家 下星期六月十九日的魔鬼 各位 本尊是长寿佛 本尊是长寿如来 欢迎大家主席 欢迎大家主席 要健康长寿 这样才能够自在 不健康长寿 就很辛苦 今天我们做的父母是白莲花王 白莲花王 这是在香港的第一次 在香港做的法会 那么香巴拉净土 我讲过 这个香巴拉的净土 大部分每一个人修行的 都是十轮金刚 都是十轮金刚 因为最早的时候 因为最早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凌三法会的时候 曾经分一个身 到了南印度 南印度叫吉祥米俱塔 化为十轮金刚 就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释迦牟尼佛 转化成为十轮金刚 在南印度的吉祥米俱塔 说法 说十轮金刚法 给这个叶贤王听 那叶贤王听了以后 就把十轮金刚法 带回到香巴拉净土 从此以后 这个香巴拉净土 就有了十轮金刚法 那香巴拉的第一代 他属于是戴总王 戴总王 第一代的戴总王 叫做明称王 那第二代的国王 就是白莲花王 那白莲花王 把十轮金刚的要义 全部写在 无后光明论 无寇光明论 什么是无寇 这个虚空 就是无寇 虚空就是无寇 它没有什么无悔 整个虚空 虚空很眼大 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蓝色的虚空 或者上面 这个 这个蓝蓝的天 白云斗斗 甚至乌云天部 或者是 不管怎么样的变化 原来的虚空 永远都是清净 因为虚空不受污染 真正的虚空是不受污染 这个无寇的意思是在这里 光明呢 也就是说 因为在无寇之下 没有污染之下 它一直都是光明照耀的 一直都是光明照耀的 这个无寇光明论 它主要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么白莲花王 座有无后光明论 白莲花王 也就是大白莲花童子 是无二无别 没有什么分别的 在印度最古老的经典中 马哈佛拉多 马哈佛拉多的这部经典里面 这个香巴拉国的夜闲法王 在吉祥米吉塔 由释迦牟尼佛发现的火船之中 临起到十人金刚的教法 疑似有二十五代的巨种王 传承了十人金刚的教法 第一个国王就是明称王 是文之师利菩萨的发生 第二个国王是白莲花王 它是有名的著作是 无后光明论 十轮续熏耀 另外还有吉祥圣义燕文 这个白莲花王的著作 是比较多的 它是最继明望的国王 它的威名放射十方 那么修这个法有很多的成就 修这种白莲花王 它说可以自身成为莲花童子本尊 可以到佛国净土 到任何一个佛国净土 多世的父母跟建属 这是属于孝道的 你修了白莲花王 它你的多世的父母 因为我们人不只是只有一世 不是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有多世的父母 以及建属都能够得到解脱 而可以进入佛国 这是比较特别的 第四点 可以得到如来的知慧 就是佛慧 如来的知慧 这个就是成就了 第五个重点 若在人间是大剥叶法王 也就是大知慧的法王 在人间是大知慧的法王 然后可以神通任应 降伏似魔 最后的成就是 无寇光明自在 无寇光明自在 所以白莲花王 是一个能够广度众生 拯救众生 慈悲众生 花菩提心 的一个 很好的法 非常好的法 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 白莲花王 那么这个修持法 应该很快的中文会会公布 已经在网络上了 这个修持法 已经在网络上了 它有咒语 又有它的这个法相 观想的法相 嘴巴念的咒语 然后结的手印 跟这个大白莲花童子的手印 跟所有莲花童子的手印 是一样 是完全一样 我们昨天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我谈到这个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那么是不是去拜访了 这个 苏卡西地 他的第27个 第27位的拜访的对象 是薄熙密尼 薄熙密尼 那么薄熙密尼 是不是苏卡西地 那个 还不能 还不能确定 是不是薄熙密尼 就是苏卡西地 那么应该讲起来 苏卡西地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 修法 修法成就者 那么薄熙密尼 也就是 也是一个修法成就者 修法成就者 那么最令人关心的 这个是 加拿大 这个 那个老姑婆 一直在问 问师尊 他说 这个 碧瓦巴能够将 六十一岁的 苏卡西地 变成十六岁 那师尊 有没有办法 让这个老姑婆 老姑婆几岁了 他在坐哪里 他没有来 他昨天晚上就回去了 他礼拜天上班 太好 他一直问我 能不能把他变成十六岁 他一直问这个问题 我讲能够年轻 是荷尔蒙的问题 在医学上 能够年轻 你为什么会变老 因为你的荷尔蒙变少 才会老 会年轻 就是最年轻的时候 差不多二十五岁 最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 你身上的荷尔蒙 最充沛的时候 慢慢就减少了 荷尔蒙慢慢减少了 到达四十岁 你这个 退回急速 也是荷尔蒙之一 你就少了一半 开始睡眠就产生问题 有些人开始就睡眠 但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每个人体质都不同的 有的时候 很年轻 但看起来就很老 有的人年纪很大 看起来 也是青春洋溢 像我们 卡尼佛尼亚的 佛斯莫哥 青春洋溢 青春洋溢 还很年轻的样子 那这个是 关于这个医学上荷尔蒙的问题 我是认为是荷尔蒙 但是还有一种 就是气的问题 上行气 下行气 偏行气 心气 伙伴气 这五种气 在你的身体流通 都非常的顺畅 血气通通都通 他就年轻 血气有了阻碍 就一定疼痛 就一定发炎 就一定有障碍 就一定有阻碍 就一定生病 所以这个 哈威尼来的 阿罗哈 哈威尼来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叫 他每一次见到他 就叫阿罗哈就对了 哈威尼来的阿罗哈在哪里 在那里 他第一次见我的面就说 元气阿罗哈 我跟他讲元气阿罗 你如果讲元气无奈 那就完蛋了 没有炎气啊 你的气都消掉了 元气阿罗 他就能够精神很好 精力充沛 脸色红润 很有佛力 这个也就显现出 不管他几岁 他总是他的这个青春 跟那个力量都会给他发挥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 元气就是元气 就是我们讲的元气 日本人很喜欢写信 日本人写信 前面都写他的名字 像这个没穿裤子样 样 样啊 这个样字啊 样 他写模样的样 是模样的样 样是什么意思啊 啊 老大妈 老大妈 就是天上的 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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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噢 听不太懂 这里有懂日本话的吗 啊 上先生的话就是 小姐姐 先生小姐都叫样 样 他说样 他每次说 没穿裤子样 啊 现在改名字来 没穿裤子改成有穿裤子样 啊 这 这 总之都是样啊 对 然后他最后啊 日本人写信写到最后 他就很元气 他就是 祝福你这个元气 元气这个阿鲁 元气阿鲁 他祝你有元气 其实元气啊 就是青春 所以气血 和蒙 你如果非常的充沛的话 那就青春 啊 少的话 就开始老化 开始老化 开始老化 陈传黄讲的 啊 四十岁 稍微花胖 五十岁 老大意 啊 这个 老当意状 啊 老当意状 啊 六十岁 血压向上 啊 七十岁 偶尔遗忘 八十岁 就是摇摇晃晃 走路摇摇晃晃了 啊 九十岁 就是 全部都忘掉了 全部 全部遗忘 一百岁 就挂在墙上 就是 人会老化 会死 那是一定的 生老病死 就是延长你的寿命就很好 昨天晚上呢 哇 这个 白栋 他来找我 哎 他唱那一首歌 我实在 我记不住那一首歌 因为他唱了好多遍 在虚空中唱 在我的床边唱 然后我慌过身来看他 他就转到我背后 又唱 要我记住 我说我 我这个 七十几岁 哪里记得住啊 哈哈 那醒过来呢 稍微就记住 这个 他说夜正圆 睡正田 夜亮很圆 夜亮很圆的时候 你睡的 真正的田 这个 然后 我跟你的距离 不是很远 不是很远 那 前面这一段好像是这样 第二段呢 是 一在天 他说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一样的 能够相聚 一样的能够相聚 一样能够相聚 好像第二段是这个意思 第三段呢 他讲 他讲 这个金儒啊 这个 幻 祥 烟 金儒 幻 祥烟 这个 天你 这个 谈 妙玄 天你 谈妙玄 然后就祝福你 这个 瘦 瘦绵绵 瘦 瘦能够绵绵 瘦 绵绵 他说 然后他就讲 最后 这一段是好像是 那我在天上 已经给你准备了 鲜言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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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吧 帮你准备了鲜艳 这个 最后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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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鲜艳 总之有 有这个 四段 他唱 唱得很好听 唱得很好听 我还 慢慢想 慢慢记 看看能不能写出来 这个成就者 这个成就者 鲜艳 鲜庄大师 在印度 纳南多士 一戒贤 学法 这里有提到 鲜庄大师 我跟大家讲 鲜庄大师 鲜庄大师 不是在印度 成就了以后 写成了 他写的是维士 那么维士 这两个传为是最早的祖师 是吴卓跟天青 吴卓 就是吴卓菩萨 跟天青菩萨 又叫士卿吧 吴卓跟士卿是同一个人吗 是两个是兄弟 吴卓跟天青 两个是兄弟 他们都是为士的 他们学法是跟 得到的传承 是跟弥勒菩萨学的 跟弥勒菩萨学的 那么鲜庄大师 学好了以后 他要得到班兹达的位 他必须在印度有一种 叫做无哲大会 无哲大会就是说 任何人 都可以起来问他问题 如果问不倒 你才是班兹达 如果把你问倒了 你就不是班兹达 那是一种考验 好像在考博士考验室一样 很多人在问你问题 你必须要回答出来有可适的 有可适的 几个人都起来问你问题 那么弥勒菩萨大师 就建了一个很高的法座 另外建了一个很高的法座 如果有人来问他 上法座问他问题 他被问得没办法答出来 他被问得没办法答出来 那就你就下台了 你不是班兹达 你不是成就者 要问到你通通可以答 而且是正确的答案 对方很满意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弦庄大师在印度 也建了高塔 坐在很高的法座上面 那么印度的这些大学者 就是要问他问题 根据我所了解的 弦庄大师这凯贤回谷 很轰光 他把韦式写好了回来 他传的地址叫做什么 建姬吧 虧姬 虧姬 因为我是这样子 我读书从来不了解声音 这个字很难念 他们讲虧姬 我是讲这个建姬 建姬是另外一位吧 到日本去好像是建姬吧 我是讲说建姬 因为比较好念嘛 建姬行事嘛 什么虧姬我就记不住 那他传这个弦庄就传给建姬 弦庄大师租了高塔 要大家来问他问题 他当然也是班之达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上塔问他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他租了高塔 那边也租了一个高塔 两边要对讲 结果贤庄大师坐在那边 从早上坐到晚 他一直打瞌睡 一直打瞌睡 也没有人上来 连一个都没有 他当然凯贤而归啦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人上去跟他辩论 就是辩论喔 没有人跟他辩论啦 他当然是凯贤而归啊 班之达 最好 没有人考他 他就是最高的了 这里提到啊 陈纳一传地址维护法 密城的阿瑟雷传承之可考者 死于避流波 也就是避瓦巴啦 那么至于黎真自己做的印度佛教思想概论中 对复法的描述是复法 他是南印度人 是建制臣的一个大臣家的子弟 出家以后呢 便到纳南多市 根据西藏传他在纳南多市 入了陈纳之门 便后在市里面当住持 也就是纳南多市的校长 毕瓦巴 年事很轻才二十岁 他还在中印度一带 对外道小圣 加以很不客气的破词 他对小圣跟外道 都是很不客气的 他在做这个住持的时候啊 得到比他大一岁的戒贤为弟子 成为他门下非常出色的高祖 这个复法在二十九岁那一年啊 感到身体不适便退休了 离开了纳南多市 到了菩提加亚 在大菩提寺住了三四年 另外修习常观及从事著作 年仅三十二岁就死了 这是这个记载啊 这个记载啊 不一定是正切 不一定正切 不一定正切的 因为他画了一个名 变成瑜伽士 三十二岁以后 他画了一个名 借着死 然后 波森 到深山里面 去当瑜伽士 虽然西藏的传说 他是承纳门下 实际上是不是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 不过他的说法是与承纳有关 他讲的法跟承纳有关 是有关系的 护法退休后 具有戒贤继续主持 纳南多市的讲座 后继承戒贤主持的纳南多市的是 资光 资光 叶称后来在纳南多市当住持 叶称之后的大 也就是 吉天 在后来就是吉天当住持 柏通南内外各派写说 后来纳南多市出家 入圣天 赴法的后辈之门 黎珍所讲的这个 纳南多市的历代的 助持 也就是等于校长 就是承纳是第一位 这是施量论的作者 赴法是第二位 戒贤是第三位 资光是第四位 叶称是第五位 盛天是第六位 集天是第七位 是这样子的 按照黎珍所写的 那我昨天有提到 什么是为士 那什么是这个中观 我们学佛法的一定要认识 什么是为士 所谓为士的法 是根据 眼耳鼻舌生意 意根 阿赖亚 这八士 这是第八士 这八士 因为阿赖亚士 场如来 就叫如来场 把如来场的如来 给他发现了 从眼耳鼻舌生意 意根阿赖亚 到了阿赖亚第八士 里面 就有如来的 如来的光明在里面 把阿赖亚士打开了 你就可以见到佛 你就可以有成就 这个为士的邪说 是这样子讲的 至于中观的邪说 根据应顺导师所讲的 是有这个中论 应顺导师讲的 这个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的中论 十二门论 跟百论 三个论 就变成三论中 依这三个论去修学的 就叫三论中 那么应顺导师是 比较属于中观派 中观派 那所谓中观派呢 是把旁边的 通通都拿掉 不是靠左边 也不是靠右边 也不是靠中间 是靠左很微妙的 那一种边 也不是边 刚刚我们烧了 不知道是什么边 总是 不是那种边 不靠左不靠右不靠中间 那靠的是什么 就是庙 很微妙的 这一种微妙 是属于中观派的 那应该会有成就的 所以叫印尘派 叫做印尘派 中观印尘派 中观印尘派 就是西藏密宗 现在黄教 大部分都是用的是中观印尘派 大部分都是中观印尘派 那我这样的讲 这个中观 大家也有概念了 不靠左不靠右 你看那个禅宗 不施善不施恶 我不靠着善 也不靠着恶 就是那个时候 这六祖会能讲 他这种成就 也就是属于中观的学说 但你不要看我这样的讲 唯事是这样 中观是这样 那只是大概 你知道那个 有一个论 叫做入中论 谁看过的入中论 入中论谁看过 哪一本书这么大本啊 哪一本书这么大本呢 中观单单 单单中观啊 不得了 你看中论 十二门论 百论 一百个论 就很多的 不是我讲的那么简单 我只是 现在只是给你们概念 唯事是怎么样 中观是怎么样 只是一个概念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我说 我忍了 你说你的马可以做木日 因为是千里马 所以我也忍了 那你的炮呢 是几倍的高射炮 我也忍了 那你的冰呢 可以倒退走 是特种冰 我也忍了 你的像可以过河 你的像是飞像 我也忍了 但你用我的事 干掉我的将 还说那是你培养了多年的间谍 特意派来卧底的 这个怎么忍啊 老婆永远是赢的 老婆永远都是赢家 我们的输家 这个 你如果 要强过你的老婆 你又知道 你不会有饭可以吃 早餐你也没啦 宵夜你也不用想啦 你乖乖就是 自己去厨房弄吧 不然你就去睡觉 很可怜的 还是男士们 大家都忍了吧 大家都要忍一年啊 这个嘛 这个太牵强了 太牵强了 你看那个印度 印度佛教思想城 好几个人在谈碧瓦巴 每个讲法都不一样 每个讲法都不一样 可见他们历史是不准 他的历史是不准的 很多都是不是很准的 这是中年人的烦恼 中年什么烦恼呢 他的职务不高 薪水不高 但是血压血脂血糖高 地位不突出 工作也不突出 这个腰肩盘突出 他大会啦 他也不发言 小会也不发言 结果是摄腹线花园 这个炒菜也服了 烧饭也服了 就是麻将不服 中年人的烦恼 这是笑话 跟大家谈笑话吧 其实啊 印度佛教思想史 也有很多笑话 也有很多的笑话 印度佛教很多笑话 这里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的 董卓 历史上有一个董卓 董卓宴请众将喝酒 于是命令所有的女士 当晚要穿着薄纱 里面不得穿内衣 若隐若现的阿纳多姿 但必须用 必须用木炭把自己的胸部涂黑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宴会到了一半的时候 突然一阵风 将会场的蜡烛都给吹熄了 现场叫声不断 董卓赶快命令 将蜡烛点灼 叫蜡烛全部点起来 这个时候董卓发现所有的宾客 双手都黑了 动作很感叹 但是只有梨布大将军 双手是干净的 董卓很高兴 要敬梨布大将军一杯酒 梨布一时开怀大笑 兴奋的开怀大笑 耶 梨布的牙齿全黑 这是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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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讲了一句话 坦白讲这是心理学 这是心理学 这个就是心理学 我是这样子认为 我的观察 从年轻到现在我的观察 男人都是诸葛 男人都是诸葛 没有一个男人不诸葛的 就是在你有修跟没有修 你有修的能够自制 没有修的你就不能自制 所以有修行是有差的 你有修行 因为你有修行 你会懂得这个所谓的戒力 你懂得很多的戒力 你那时候你可以控制 你自己的深 口 意 你深 口 意 你能够自制 不能够自制的 那就是不能够自制 有些人是这样子 有些人的体质 你看性轻患的那种体质 那都是连续性的 都是连续性的 那一种体质 跟一般人的体质不是很一样 不是很一样的 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 有些人虽然有戒力 虽然他知道佛法很好 也有修行 但是他也没办法自制 那一天就有弟子来问我 师尊啊 我没办法自制 那你没办法自制 我说那你求什么呢 师尊有没有福可以吃 问我有没有福可以吃啊 可以控制他的这个欲望 我说这是你自己要控制的 你学到佛法 知道戒力 把经常把戒力放在你的脑海里面 把戒力放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久而久之你就能够自制啊 你不能自制 我翻了我师父给我的所有的福啊 就没有这种福啊 那你去找医生去打针 可能有办法 医生把你打针啊 打了针啊 或者是把你关起来啊 戒户手把你关起来啊 那个就跟吃毒是一样的 跟毒品是一样的 你吃了毒品 上了这个隐 你就完蛋了 欲望也是一样的 你只要上了这个隐 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没办法自己克制 所以有修行 我觉得说我们学佛法的人 就是因为有戒力 才能够产生有定力 因为有戒才能够产生定 有了定 才能够产生智慧 有一句话讲 以前念的一首诗叫什么 还记得吗 不战圣贤战凡夫 没你腰间挂宝剑 不战圣贤战凡夫 虽然未见人头漏 叫你暗中骨髓哭 叫你暗中骨髓哭 我看啊 这个钟情一声色 那个脸就变成三角脸 整个通通下巴都消瘦 都消瘦了 身体也弱了 慢慢的无形之中 把你变成好像 这个精神力通通都不够了 通通都消耗掉了 你要学佛法 尤其是密教 修气脉明点 修正到你无漏 修正到无漏 像碧瓦巴 它一定有无漏法 密教里面 所谓的无漏法 就是碧瓦巴一定修成无漏法 才可能让这个苏卡西地 苏卡西地从61岁变成16岁 一定是无漏法 所以这个无漏法第一个要修成 因为无漏法修成了以后 你着佛法很容易燃 很容易燃 那时候前身血气通通都通 你男的血气全部都通 自然能够用你自己的血气 去吹发对方的血气 吹发对方的血气 让他的血气也都能够通 再来能够令他产生 这个大热的时候 那个荷蒙从脑海里面 一直充沉沉到整个前身 这样才能够61岁转成16岁 这个就是这个方法 难得他能够将他自己充沛的血气 去供应 去吹发你的本身的血气流通 然后在大热的时候 由脑海里面的蜂蜜出多八分 然后降到你的前身 让你产生青春的气息 61岁转成16岁转成16岁 是这个原因 我是跟大家这样子讲 有一个女的晚上睡不着 竟然叫来一个道士 这个女的请来一个道士驱轨 他讲到大师最近实在很奇怪 先是上楼梯 那木头楼梯竟然硬生生吹了 后来我又坐到椅子上 一椅子竟然也折了 最恐怖的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床竟然也塌了 请大师救救我 我好害怕 道士听了以后 掏出桃木箭 舞动一通 剑指走那个女子 大鹤 你傻啊 你应该捡回啦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的原因 不是别人害你的 同样的 同样的 亲爱的 你觉得我身材怎么样 挺好的 你骗人啊 我的这个密友啊 对我说我没有腰啊 他瞎啦 这么粗的腰他都看不见 谁做的 谁做的 自己做的 所以很多事情啊 不要去怪别人 不是别人 其实都不是别人的错 原来都是自己的错 很多事情啊 你不要老是以为说 别人错了 别人错了 是别人的错 其实都是自己的错 所以说 学佛的人应该啊 严格的管制自己 这个宽松的 原谅别人 这个是一种修养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带你 第二天 中文字幕快乐 下来 And ina